記得按摩 字幕 嗎? 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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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莫sir 今天會跟大家說的課題是 常見的力之中的重力 在上一課我們介紹了牛頓運動定律 根據牛頓第二定律 如果我們知道有什麽力作用在一個物體上 我們便可以預測這個物體的運動 問題是,我們怎麼知道有什麼力作用在一個物體上呢? 很遺憾,這裡就沒有什麼簡單的原則,而是憑經驗去看 看得多就會慢慢懂看 所以在這一課,我就會將我們身邊一些常見的力介紹給你 之後就要靠你自己不斷練習去熟悉它們 力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類別 分別是非接觸力、接觸力和耐力 留意我在這裡是括著了宏觀力 因為這個分類方法,就只是在宏觀視覺才適用 在微觀視覺裡面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玩法 但我們今天就不會講的了 在非接觸力這個類別裡面,我們只懂兩種力 第一種是重力,第二種就是電磁力 我們接下來會在這一集講解接近地面的重力 並且在第十課又講解天體之間的重力 另外,我們又會在單元4的時候講解電磁力 在接觸力方面,兩個固體之間的接觸力 大致可以分為發向力和摩擦力這兩個部分 另外,當固體放在流體裡面的時候 它會感受到一個叫做流體阻力的東西 這些是我們接下來幾集會討論的內容 除了這三種力之外,還有一種接觸力是DSE課程裡面沒有 但亦都很常見的,叫做浮力 如果你把任何物體放在流體裡面 它都會感受到浮力 我都希望用一集來介紹它 最後就是內力 這一類的力不是兩個物體互相私家 而是一個物體內部的兩個部分互相私家 課程裡面主要要求我們認識一個叫做張力的東西 這個是當一個固體被拉扯的時候會出現的內力 例如你把一條繩拉行的時候就會有 另外,又有一種內力是課程裡面沒有 但都很常見的,叫做表面張力 這個是一種在液體表面出現的力 我都想用一集來介紹一下它 以上這一集就是我們接下來會逐樣逐樣去講的力 要講完這些東西都真的需要一點時間 首先我們就來講一下重力是什麼 其實重力是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我們住在地球上面 而地球就會向我們身邊的每一樣東西都施加一個向下的力 這個力就叫做重力 基本上除了地球之外 在畫任何東西的隔離體圖的時候 你可以想都不用想就在上面畫了一個向下的重力 並且用W來表示它 那麼這個重力有多大呢? 它的量值就是W等於Mg 其中W就是物體的重量 M是這個物體的質量 而G是重力加速度 例如一個籃球的質量是0.625kg 而重力加速度是9.81ms-2次 所以成了出來 這個籃球的重量就是6.13N 又例如這瓶維他蒸餾水的質量是1.5kg 將這個數成9.81 就可以知道它的重量是14.7N 另外呢 我的質量就是68kg 將這個數成9.81 就可以知道我的重量是667N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物體的質量越大 它的重量就會越大 順便說一下 這個力是有兩種叫法的 例如這個W1 你可以叫它作用在籃球上的重力 也可以叫它作為籃球的重量 這兩種叫法都是同樣的 特別留意 質量的單位是kg 而重量的單位是n 這個做法就跟我們日常生活的習慣不一樣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 我們通常是用kg來做重量的單位 但是在這裡我們就要把日常生活和科學分開 在科學裡 上面kg是質量的單位 用來表示物體的慣性有多大 而重量的單位就應該是n才對 用來表示地球C加在物體上的重力有多大 所以當你拿個榜來秤一樣東西的時候 秤出來的那個數 嚴格來說其實是它的質量 不過我們平時已經習慣了 將質量和重量這兩個概念混亂來用 由現在開始 就請你把它們分開 好了 當我們明白了什麼是重力的時候 就可以用牛敦運動定律來解釋 加利略的自由落體定律 回想我們在第二課的時候說過 加利略發現 就算兩個物體的重量不一樣 他們由靜止跌落地下的時間仍然是相同 用今天的語言來說 就是他們的加速度是相同 都是9.81個MS負二次 那麼牛敦怎樣解釋這件事呢 我們現在就來分析一下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在空中自由下落的物體 假設作用在它上面的力就只有重力 而這個重力的大小是W等於Mg 然後我們就可以考慮垂直的方向 取向下為正 量度這個物體的位移 根據牛敦第二定律 這個物體的運動 是應該遵守Fn等於Ma 其中Fn是正力 和A是它的加速度 由於這裡只有一個力 所以Fn就是W 這樣我們就可以得到Mg等於Ma 將這條式簡化一下 就可以得到A等於G 所以結論是 無論這個物體的質量有多大 它的加速度都是等於9.81個MS負二次 我們可以見到 當你學會了牛敦運動定律之後 你是不用刻意背這個自由落體定律 只記著W等於Mg就可以了 剩下那些東西 你用Fn等於Ma就可以推導出來 以上這些就是關於重力你需要懂得的東西 重力這個課題我就講到這裡 下一次我會介紹另一種常見的力 叫做發向力 那就到時見吧 拜拜